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柴玩 今天要來講一下很久沒有聊的新手到老手系列 那今天的重點會在 偵查的這個部分喔 其實前期從你第一回合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開始進行了 不用等到一定要到偵查兵還是一定要 勇士來進行 第一回合一出生的時候你就已經開始 必須要做偵查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其實認真來說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會決定於你後續你的 產兵要怎麼排 你的城市要怎麼布局 以及你跟敵人之間的關係 這些都是必須要考量的 那關於一開始的時候 你要如何選定第一座城的位置 這個部分我們在之前的影片有介紹過 我們這邊就不多談喔 那另外關於開城之後要先做紀念碑 還是先做任何其他的單位 這部分我們在另外一部影片也有做個介紹 我這邊也就不暫時多談 我們這邊先一樣先做偵查兵的這一個選項 那前期一開始的時候 原則上如果你的生產力都還算不錯的話 偵查兵會在六回合以內 就應該要產出 然後這部分的時候我們會開始 先用勇士去做偵查 那在偵查的時候呢 重點在於說 你的勇士因為他的移動力只有2 其實認真來說他的視野 他能夠看到的視野沒有偵查兵那麼多 所以說我們會盡量讓他站上 丘陵的地形 也就是你看到地形上面會長這種 有凸起來凹凸不平的地形 好所以這部分如果我們現在想要做地圖的探索的話 我們會先用勇士去做簡單的短距離探索 所謂的短距離探索 原則上我不會讓勇士 離我的首都或者是其他城市 超過6到10個單元格的距離 6個單元格的距離其實就已經差不多了 因為這個時候6個單元格你差不多 偵查兵應該要出來的 你要把真正的偵查工作留給你的偵查兵去做 所以基本上呢 不會讓你的勇士超過123456 頂多差不多在這一圈的位置左右 你就不應該讓他繼續往外圍去擴張了 回到剛剛的重點 我們現在會先讓勇士去踏上所謂的丘陵地 丘陵地一踏上去之後 你會發現他可以看得到這邊這一塊地形 他是在丘陵地上面 所以他能夠看到的視野會比你在平原 或者是草原的地形上面看到的還要更多 更遠一點點 那接下來的話你的勇士在前期6個回合 甚至10個回合端看你的生產力狀況是怎麼樣 但是通常在6個回合以內 你的勇士會必須要做簡單的偵查任務 以這邊這個例子來說 其實這部分剛剛說有幾個東西要考量 除了丘陵的地形你需要先考慮踏上去之外呢 這個時候你這邊會面臨到一個選擇是 你要不要踏上去丘陵 因為丘陵這邊 你踏上來到右邊這塊地的話 的確你可以看到右邊這邊東方跟南方這邊更多的地形 會偵查的出來 但是這也就代表說你後續如果你想要看 西方或者是西北方這邊的這一塊戰爭迷霧的話 你會需要花費更多的回合數才可以看得到它 所以這時候你就必須要做選擇 你想要讓你的勇士踏進去這一塊平原 還是你想要讓這個勇士踏進去這一個丘陵 這個丘陵的話它的好處是如果 我站上來 OK你會看到這邊東南方這邊會看出 蠻多地形的優勢的 然後同時你也可以看到我這邊 這一塊直線的距離這邊看到的一個部落 這一個部落村莊部落其實是你前期在偵查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找到的一個重點地形 因為它會給你很多額外的一些bonus加成 包含時代分數 包含一些遊里卡 甚至天啟的加成 甚至有時候會給你一些金幣阿 會給你一些單位等等 這部分就是隨機的 這沒有 這是運氣成分 沒有一定會拿到什麼東西 可是多數的時候 一開始的偵查目標 就是要去找一大堆的部落村莊 然後同時 要去看一下你周圍的地形 其實認真來說 看看你周圍的地形是長怎麼樣 才是你的重點 才是你做偵查的重點之一 好那這時候我們來回頭看一下 假設我現在又回過頭來看到這一邊 那如果我待會下一個回合之後 我選擇 站上這個平原的話會發生什麼事 你這邊可以發現說 這邊這三塊地形 現在都已經算是在戰爭迷霧的類型當中 雖然說我們剛剛已經站上這塊丘陵 所以說我們知道 它這邊是長這樣子的地形 但如果說我們今天踏上的是這個 原本踏上的是這個平原呢 你會發現說其實你能夠看到的東西不多 比如說你只能夠看到這一塊地 然後以及這兩塊地 因為他們是高山 所以你看得到他們 但是像這邊這一圈 這一整圈的地形 你其實還是看不到的 包含連這邊你也看不到 周圍的丘陵 他們會擋住你的視線 會擋住你的 不管是勇士還是偵察兵的視線 包含樹林的部分 其實也會擋到你看到下一格距離的視線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這邊這一圈你全部都會看不到的原因 這個時候就是剛剛說的 剛剛說你要面臨的抉擇 我到底應該要先踏上這一塊丘陵呢 還是要先踏上這一塊平原 這會是很多時候 在做偵察任務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面對的抉擇 好那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 我們的這一個 已經拿到這一個部落村莊了嘛 所以說現在這一個勇士的任務 原則上就會先踏上這一塊部落村莊 看一下這一個部落村莊 會給你什麼樣的好處 然後同時我們會直接踏上這一片 平原它是樹林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它是樹林 它不是秋林喔 嚴格來說不是每一個 有兩個生產力的就一定是秋林 這個東西必須要注意一下 只要是樹林或者是有樹木的相關的 它都會增加一個生產力 那如果說你今天只是一般的平原的話 像這一塊 那它就是一個食物跟一個生產力 它就是一個平原或者是草原 但是草原的部分 它理論上會再多加一個食物啦 好那我們這邊呢 就來看一下這一個部落村莊 進去之後的效果 這邊還要提醒一點是 前期不管你是用勇士 還是你是用原本一開始的開拓者 去做簡單的偵查 因為開拓者其實也可以做一點點的偵查 但是我不建議用開拓者做太多的偵查 因為你如果太慢開 其實你在神機難度裡面 你會落後AI很多 大概頂多一兩個回合 就差不多必須要開城了 然後在走部落村莊之前呢 記得記得 我建議是一定要先開城了以後 你再去踩部落村莊 不然的話你還沒有任何城市 你就踏上去村莊的話 你很容易會拿到一些 比如說像是天啟 或者是單純金幣的獎勵 不是說這兩個不好 而是就整體來說 他們兩個的效益 沒有到其他的 bonus這麼多 像比如說我這邊 就獲得了一個偵查單位 那你會發現說 我這邊偵查單位一出 我就可以馬上去做偵查 這會遠比你一開始的金幣 或者是甚至 油底卡天啟這些東西 都還要來的更重要 因為這就牽扯到我接下來 要講的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你到底 需不需要生產兩個偵查兵 我們剛剛說到偵查兵的重點 其實是在於說你要去找 部落村莊 然後你要去探索你周圍的地形 去了解你跟其他 城邦 或者是其他文明之間的 地形的距離的關係 但其實這來賓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是他必須可以幫你找到一些 自然奇觀 那自然奇觀的好處 是因為他可以幫你帶來 你的時代分數 如果你有兩個偵查兵的話 你會迅速去做很大面積的 地形偵查 你有機會碰到更多的自然奇觀 你有機會碰到更多的其他文明 然後你也可以更快速的理解你周圍的地形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兩個偵查兵有的時候 在部分的遊戲局的情況下 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這也必須要看一下你周圍的其他文明的狀況 像比如說我這邊是因為運氣好 村莊這邊拿到了額外一個偵查兵 如果連續我花了12個回合 比如說如果這一個偵查兵結束了之後 我一樣要再花費6個回合去做下一個偵查兵的話 那等於說我的過去12個回合沒有做過任何一件 對城市本身或者是對我的這個文明本身有實質加成 像我沒有做紀念碑 我也沒有做開拓者 我甚至沒有做建造者 甚至沒有做其他的戰鬥單位 比如說勇士甚至投石兵等等 我單純只是在做偵查兵 偵查兵他不能說完全沒有好處 但是你在如果真的前期要防禦的話 如果要防禦野蠻人的話 你其實兩個偵查兵是完全擋不住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偵查兵你要怎麼去偵查 我們要先講兩件事 第一是偵查兵本身的移動能力 他已經有到3 他會比勇士的2還要來的多一個 而且他的能夠看到的視線距離 本身就比勇士還要多1 所以說你其實踏上這一塊 你就會可以看到這邊了 然後這邊剛剛也有 也已經有打開 偵查兵他能夠看到的距離 會相對比一般的勇士再遠一點點 畢竟他本來就是為了偵查而生 但是他一樣會面對到 你踏上這一塊平原之後 你周圍的地形一樣會被樹林 雨林或者是山脈擋住 如果我這一隻勇士不在這邊的話 我這邊北方這3塊地是完全不會看到 長什麼樣子的 這個部分就跟勇士在做探勘的時候 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好那這邊的話另外一個小PB 呃我們這邊的話勇士呢 他剛剛已經在做北方這邊 從東北這邊一路往北方這邊 往上面做探勘了 那我這邊我自己的話 如果面對現在這種情況 我會讓勇士再往北方踏一步 OK這邊運氣好發現了自然奇觀 然後發現了野蠻人的偵查兵在這裡 那也就一時代表說其實北方這邊 是有一個野蠻人部落的 那這就是用勇士 或者是做任何偵查單位的時候 你額外必須要去注意的點 你必須發現前期的野蠻人在哪裡 然後提早去做防範 那這時候我的第二個偵查兵呢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一個偵查兵 在往西方 甚至稍微一點北方的地方去探勘了 所以我這一隻偵查兵 我會讓他繼續往西邊去看 他就負責專門做西半邊這邊的地形去探勘 然後但是這一隻偵查兵 他會去當作我輔助東北方 還有北方這邊的地形探勘 因為我剛剛說過 我不會讓我的勇士距離我的手度太遠 所以我的勇士這個 待會在這邊繞過來 這樣一圈之後我就讓他回頭了 他不會繼續往北方去探勘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會讓勇士往前面走 去追蹤一下這一個偵查兵的位置 然後原則上這一個偵查兵 後續應該會往西方或者是西南方移動 往西南方的話 我這邊這一隻可以去攔截他 那如果他往西方的話 勇士應該會繼續追下去 那我這邊的話我會讓這一隻偵查兵 先踏上這一個丘陵 像現在這種地形的話 因為周圍都是丘陵 這邊有樹林嘛 那如果我這邊直接往這邊踏上這一步的話 你會發現上面有一個數字1在這邊 那就代表說我這邊會消耗掉1的移動力 如果偵查兵踏上丘陵的話 他會消耗掉2的移動力 也就是說我只踏上去之後 我只能再往前面移動一個單元格的距離而已 所以說我這邊的話 我原則上呢 如果按照剛剛能量的情況 因為他周圍 這一片樹林的周圍全部都是丘陵 所以他我不會讓他選擇踏上這一塊 因為踏上這一塊之後 剩餘移動力只剩1的情況下 我沒辦法踏上這兩塊丘陵 所以我會往這邊踏 剛剛電腦的地形顯示也有跟你講過 你其實可以達到這兩塊地形格的距離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就會讓他繼續往東北方去前進 然後讓這一隻去往西北方的距離 去看有沒有辦法攔截到這一個 那這邊這時候 你有兩個路線可以選擇 原則上呢 我這邊這時候 因為我想要探出更多 還沒有被偵查到的地形 所以我會先踏上這一塊地 然後去解鎖這一片的戰爭迷霧之後 然後再來看這邊的地形 好 剛剛偵查兵往西北方移動 那這邊的話我就要選擇 要不要繼續讓勇士去追他了 因為現在如果以這一局 目前來看的話 我可以考慮勇士繼續追他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話 我的位置這邊是面向東南方的海岸 然後這邊看起來呢 也是一個類似半島的地形 所以西南方這邊原則上 不會有其他的文明 或者是其他的野蠻人 向我進攻 除非我運氣不好 西南方這邊有一個小銀幣生成 不然的話一般來說 以這種地形判斷的話 我的西方西南方這邊 應該都是安全的 那我的勇士可以勇敢的 稍微往外面去探勘一下 去抓一下這一隻野蠻人偵查兵 那同時運氣很好 我剛好看到 這一個野蠻人的哨站在這裡 那就剛好達到我想要的目的 因為前期你的勇士 除了要做簡單的偵查以外 另外一個任務 就是要把野蠻人趕走 同時可以的話 把野蠻人的營地清除 那這邊的話 我就會讓這一個偵查兵呢 繼續來往這邊探勘一下 但我不會讓他踏上這一塊地 雖然說電腦的AI 有的時候很笨 但是如果你踏上這一塊地 他雖然會有一些 戰鬥力的受損的部分 但是他有的時候 看到你這一隻是偵查兵 他還是會有可能追上來 如果你不想要讓你的偵查兵 受傷的話 你其實可以在這一塊地形 停下來就好 直接跳過這一個選項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踏上這一塊地 來去探勘更多的 這一些戰爭迷惑的地形 那這一隻偵查兵 我們就一樣來做 東北方的探勘 然後這邊找到了 法樂他這一個城邦 找尋城邦也是偵查兵 或者是前期探勘的時候 你需要做的目的之一 因為找到其他的城邦 能夠幫你帶來 很多的額外加成 這邊的話 因為勇士有繼續往北方探勘的關係 所以他這邊也剛好 找到了另外一個城邦 這其實就是探勘的目的 必須知道周圍的狀況是怎麼樣 像現在如果以按照這個地形來看的話 我基本上就可以判定 我現在目前這一場的深層的局 是非常安全的 因為北方有一個城邦 東北方也有一個城邦 然後東邊跟南邊 整個都是海岸 西邊這邊看起來是半島之後 原則上這邊不太會有 太多的敵人在這邊生成 所以我這邊基本上 整個南邊跟西邊 這幾塊地幾乎全部都是安全的 我可以自在的去做 很基本的發展 原則上在做完這個頭石兵之後 我就可以去做紀念碑 就可以去做開拓者 或是建造者去做改良 而不太需要去擔心 可能會有什麼敵人來進攻 因為我這邊的話 這一個勇士 已經要來去清理 這一個野蠻人地了 所以這個野蠻人地清掉之後 基本上這邊就已經全部安全了 接下來的話 你一樣就是後續的偵查 動作都會維持在 持續的打開一些 你還沒有看過的戰爭迷霧 比如說 像我這邊又發現了 部落村莊 那就把它拿下來 然後像這邊的話 北方這邊還沒有去探勘過 我們就把它探勘出來 盡量盡量讓你的偵查兵 能夠踏上丘陵為主 因為丘陵能夠讓你看到的 視野更遠喔 不管是你用偵查兵 還是你用勇士 在做偵查動作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對方的偵查兵 你必須要能夠盡快的 去把他們趕走 不要讓他們靠近你的城市 假設他這隻偵查兵 如果我好死不死到 現在都還沒有發現 這個營地的位置 然後結果他移動到 這一塊地裡的這個馬 的戰略資源的這一塊地了 他的頭上 會出現一個驚嘆號 那這個時候 你必須趕快的派兵 去把他擊殺 或者是 至少你要跟著他回去 然後去找到他的所屬的營地 以這個例子來說 這個偵查兵剛剛是從這個營地 生產出來的 所以他的所屬營地 是在這邊 你必須趕緊的找到 這一個營地 或者是趕快把這個偵查兵 擊殺 不要讓他回去 跟這一個營地 告狀說 啊這邊有一個城市 我們趕快來去打他 你這個時候如果 我們還不趕快把他清掉的話 後續這一個營地 他生產兵的速度 會非常的快 他可能會馬上出好幾個勇士 然後又加上好幾個 頭石兵 直接就開始朝你的城市這邊 撲面而來 如果這時候你的本身 城市防禦力不夠 或者是你的軍隊不夠的話 你其實很有可能 是會直接被野蠻的屠殺掉 那這邊我最後面在講一個 小Peple 也就是一開始 法典的時候 你到底該選調查 還是要選紀律 如果我今天運氣很好 我的城市周圍 沒有任何的野蠻人出現的話 那我這邊這時候就會選擇去把 調查放上去 因為你調查一放上去之後 你的偵查兵 他只要打開戰爭迷霧 繼續在做偵查的動作 他就會獲得經驗值 像比如說你這邊會發現 我這邊已經有五點的經驗值 的情況下 我這邊單純只是在做移動而已 他就已經有經驗值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 有把調查這張卡片放上去的話 他後續升級的速度會更快 你能夠更快的去做地形的偵查 然後地形的探勘 因為偵查兵他會有 樹林或者是秋林移動連累減免的加成 這東西都是可以去考慮的 但是唯一的大前提 是在於你周圍沒有任何的 野蠻人營地的情況下 你才會去把調查放進來 這個是在偵查的時候 可以做的一點點的彈性的變動 最後面呢 我這邊再來稍微針對目前這一場 我們整體這樣偵查下來的結果 來做一個小總結加上結尾 那目前來看 因為我這一場為了拍這個影片 我是基本上是隨便讓他開局的 我好像地圖都是隨便開吧 所以說我目前呢 按照現階段發現的結果來看 可以確認的是這一塊大陸 應該只有我這一個文明 跟我們這兩個城邦在附近而已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意味著 我可以很簡單的去 在我的這一塊初始大陸裡面 做安全的發展 只要避開這一些野蠻人 基本上我的生存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現在要的話 我可以馬上開始做開拓者 然後把這一片大陸整個把它全部開好開滿 那只要避免好解蠻人的產生 然後做好一點點的基本防禦 我就可以發展得很安穩了 那後續的動作就只是透過科技 然後去把海外的一些 航行的部分把它打開 然後去碰到其他的文明 就可以開始去做後續的發展 當然你也可以完全不做這些事情 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城市本身的這些布局 或者是加成的考量等等的話 你一樣可以拿到勝利 比如說科技勝利 你一樣可以完全不管其他任何文明 就贏得科技勝利 這也是可以達到的 這就是偵查給你帶來的好處 你會很快的了解到你周圍的地形 還有你跟其他文明之間的關係 你可以很快速的去做整個遊戲布局的發展 跟你未來的勝利的目標的判斷 假設我是葡萄牙帝國 那我的特色其實是要走國際貿易為主 這部分 我待會發現我這邊都沒有辦法遇到任何文明的情況下 我可能就會想辦法去趕快把一些 遠崖航行的趕快把它打開 因為我的所有的加成 基本上大部分都會來自於國際貿易 如果沒有其他的文明的話 我會相對比較麻煩一點 雖然說沒有其他文明的打擾 你可能會覺得很安心 但是有的時候 你碰到其他的文明 一來是會幫你帶來一些的時代分數 然後二來是你知道他們目前的發展狀況 也會讓你知道你跟他們之間的差距會是大概多少 不管是你領先還是你落後 你至少都可以知道 其他的AI目前是發展到什麼樣的情況 好那我們今天這部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是彩虹 我們下次再見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也歡迎大家按讚訂閱分享 那關於這部影片的話 有任何大家可以補充的地方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的地方幫大家補充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